大家好,我是韩帆,本期视频丢个金蝉 我同学从他二大一家果园里边摘了几个大梨,给我拿来了 我一瞅这梨,哎,长得挺板正啊 于是乎我就给他放冰箱里 但是我又感觉呢,这个梨,它好像又不像啥梨 然后我就给它皮扒开瞅一瞅 先用我的雕刻刀小心翼翼的给它简单的开出一块皮的 瞅一瞅里边,哎呀,它果然是个合同 于是乎,此处快放了好几倍 我就把它给扒了皮 扒这个合同皮的时候要注意啊,用带手插手或垫上点 这边扎人手的搓黑搓黑 然后给它冲成水啊,用我的小钢丝刷 刷刷刷刷刷刷,给它一顿小刷刷 刷了干净之后,我看锅肉基本上刷的已经很干净了 然后再冲一冲水,给它清理干净 看一看这个效果啊 清完之后,用这个维生纸给它包一包 为了避免它风直接吹一招 然后给它窝起来啊 拿着我的八瓣的小果子 给它放到一个通风的地方 插的时间变换啊 左眼之间 好几天过去了 就把它一嘎嘎嘎嘎 准备开始掉了 有不归障的地方 先给它修一下 修一下先 调出原来的纹路 然后接着黄去掉啊 大体骨质没有啥伤害的问题下 这个合作就可以用啊 那么修完之后,抛腰光 看一下这个修的效果 还可以啊 然后画线定点 开始准备我的小雕刻啊 先画一条十字线 然后画上这个眼镜位置 用我的大号包金针 开始雕出眼镜的一个感觉 那么这个眼镜掉完之后呢 开始用我的小球针 开始扫一下这个小平面 把眼眶的地方给它整下来 然后再用细点的宝金针 做出这个金铲的眼球 再雕出脸上的细小的小包 扎出两个小鼻孔 那么在一个金铲的脸的大型 就已经定的差不多了 然后再用细针 做出这个金铲眼眶上的一些纹粒 做一下深圳的小包 小包做好之后 用球针清一下底 然后就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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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顿扫啊 就把这个金铲那边 基本上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然后继续用这个细小的球针 来清理这个不干净 和有能有脚的地方 做得差不多之后 用这个抛光刷 转术不能开得太高 清理一下灰尘 抛光 增加一下光度 然后上钢刷一顿蹭 这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证明这盒头 骨质够硬 不至于刷出钩了 好了朋友们 本期视频到这就已经基本要结束了 感谢好朋友们欣赏 如果感觉本视频还可以 就请给我留个关注吧